王天一说许云川之所以退出江湖不再参赛 就是因为他的出现,比赛中怕遇到他 我们也知道,自从王天一横空出世之后 许云川也是一贯难求 那他这种说法正不正确呢,对不对呢 齐民们呢,也是众说纷纭 但是呢,有一年大赛中 许云川二十多个回合 迅速的就击败了王天一 下的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王天一败得如此干脆呢 我们到视频的最后来揭晓答案 这是南北对抗赛上的一盘精彩实战 许云川先走 当头炮 王天一把马跳 红旗 上马 追的出狙 红的出狙 王天一不贵这个大高手 非常非常自信 他来了一个 雀头冰龙马 等待你红旗出招 你是拱三兵还是拱七兵 人家都不怕 我们知道 许云川的起风是非常稳健的 一般的他都是进三兵 这盘棋呢,他一反常态 他呀,挺了个七兵 推起进七族 红旗 过河鞠 黑旗 平包 要求对鞠 那我们都知道对完鞠 局面很平稳 红旗保持线手之力 肯定是不对 平鞠 压马 黑旗 退一手包 以后准备啊 平炮大局 红旗在这里啊 直接来了一手 冰武精英 这条旗走 王天一当时也是 有点小愣神 因为许云川这盘旗 走得咄咄逼人啊 文件的棋风 哪儿去了 怎么这么激烈 毒辣的几天军兵都使出来了 那他补一手诗 红旗呢就继续往前冲 黑旗呢 平炮大局 那红旗躲开 黑旗呢选择了一手 足旗精英 足旗精英在当时也是比较 还是比较流行的下方 近年来呢出现了一路网络变化 那就是不冲这个族了 冲这个族 以前都认为啊 这个租林县被红旗打通之后啊 不好 这样一赤足压码 马上得败回去 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呢 红旗赤足压码 黑旗败回去之后啊 有一个还价中奉的手段 所以说呢 近年来呀 足旗精英也是比较流行的招 实战是足旗精英 这是个老式的变化 继续往前冲 红旗呢 弹码 黑旗再往下冲 红旗跳码 这个旗呢 就是红旗提进入名 要求中路突破 黑旗呢 意图从红旗的三路线呢 展开一个反击 走到这儿 又进入了布局的分水岭 黑旗呢 主要有两大变化 一个呢 是点下而入居 居八进八 埋伏着居八平二 吃死着干嘛 一个呢 就是实战的 回贴将马 以前呢 认为贴将马呢 不好 红旗的胜率非常高 一度沉寂了 二三十年 没人赶走 直到现在有了 这个人工智能的出现 这个变化呀 又重新被挖掘起来 变化呀 也是非常的复杂激烈 红旗呢 继续往下冲 黑旗 上马 展开一个反击 你要是平军吃炮 他就平炮过来 同炮打鱼 你要是平过来 他就平过来 红旗 退回来 也是正招 黑旗二发不说 开炮 打下一将 红旗 接手试 黑旗 再马踏边兵 给军让路 下一招 可以撕边炮 可以下几军 那 红旗 红旗在这里啊 正常话是应该 对聚 他在这里啊 先考验一下黑旗 平冰来一将 平冰来一将是干什么呢 就是骗这个黑旗 来捕这个中后 黑旗要是 架了中后 红旗呢 再出马进去 那就非常厉害了 由于你这个马呀 堵住降门了 所以说呢 黑旗啊 他必须得把马跳上来 明知道以后 人家可能会下兵 把这个马吃死 也得跳出来 给老将马开个后门 留个后路 要不然容易堵住降门之后啊 把自己活活憋死 红旗继续扑马 再次考验黑旗 黑旗实在是选择了退炮 这是一部正招 如果说黑旗急于求成 下敌军 想着炮免单杀 那这个旗就上当了 红旗啊 就有一个 跳马监晕 黑旗只能出好将 然后啊 一瓶炮 一瓶炮之后 就埋伏着 兵六平五 马后炮绝杀 你又不能试 你试的话 拱一将 还是一个连杀 那黑旗也只能是 十一将 红旗落势 然后啊 他把兵打掉 那有的人说 那走成这儿 这个 黑旗呢 剥掉了这个红旗 而且呢 过河兵也打了 你这 孤马呢 孤军深入 你对黑旗 有什么手段呢 那这个时候啊 红旗的庙手就来了 红旗有一个什么手段呢 弃鸡砍尽 这条旗可以说是 石破天经 你怎么办 你如果说 敢试掉这个鸡 那红旗 一招马六进吧 双将 老将啊 进不了中 速败 所以说 他有这种精妙的手段 我们来 反回来 这个旗啊 就是暗盘杀鸡 可以说是 一招不剩 就 满盘结束 所以呢 他不能下底鞠 在这个盘面上 不能下底鞠 不能下底鞠 退炮 你红旗一样 是把这个炮对掉 那你这个中路 攻势没有了 黑旗啊 是 一点不怕 所以说呢 红旗啊 选择了一手 退鞠 气炮 黑旗呢 把炮打掉 红旗呢 往下冲兵 往下冲兵之后 下一招啊 就有一个 卧槽姜 然后平炮姜 绝杀的旗 你要是 鞠高一步 看出了卧槽 那他先手啊 把马吃了 把马吃掉 你还不敢飞 因为下一招 一个挂脚 平炮 马后炮的杀旗 下一招啊 就要哄你的宗旗 红旗啊 也是宗旗如潮 所以说呢 他不能高这个鞠 那黑旗呢 就高这个鞠 黑旗高这个鞠啊 也是给红旗设下陷阱 红旗你如果说 跳马一将 他就出老样 你平炮一将 他就上马 你再滚冰一将 他不要了 把你这个一砍 那这个鞠 你如果说打掉 你现在怎么打掉 打掉完之后啊 黑旗啊 他有一个平炮打你 他不吃你的炮 不急于吃你的炮 你如果说 把这个炮平开 他再把你马一打 你要是把炮走开 他帮马一打 你把炮一吃 还有一个呀 排中炮将 排中炮将之后 非常厉害 下一招 这个 马九进七 这个马上啊 鞠马炮啊 形成一个立体攻杀 你这边呢 两个大的还在家睡觉呢 这个黑旗 弃掉一个鞠之后啊 攻势如潮 我们反过来 反过来 所以说呢 他有这种手段 他有一种反弃鞠的手段 他又给红旗呢 射下陷阱 这盘旗啊 可以说是非常激烈 也非常精彩 走到这儿之后呢 这个红旗呢 他不能握槽 所以说呢 他选择了一手 高居抓炮 高居抓炮 黑旗的正招啊 他应该是炮退一步 以后啊 扩个铁帽子 这个红旗的攻势啊 也就受阻了 实战的 他把炮啊 退到这儿了 打着个马 那这招旗 应该说是一个 致命的败招 这个炮啊 退回到一个死活动里面 你对于进攻 对于防守啊 都不好 红旗呢 果断的 卧槽一将 黑旗出老家 红旗平一将 黑旗上马 这时候啊 红旗啊 选择了 炮退一步 炮退一步 下一招 聚久平六 这个前聚后炮 就非常厉害了 你现在又不敢试这个兵 你试这个兵呢 杀底试一将 退一将 把你兵鞠抽了 黑旗无奈 他选择了一手 进马采鞠 红旗这个鞠啊 都不要了 躲也不太躲的 平兵一将 平兵一将 你要是把兵采掉 你如果说把兵采掉 那他平一将 你把鞠一垫 他把鞠一高 他的鞠能跑 你的鞠啊 没办法跑 实际上他来这选择了 退站 那红旗呢 来一将 黑旗没办法 选择了一手电鞠 他想着 你打鞠 他采鞠 那么呢 还对着马 没想到啊 红旗啊 他这个鞠不躲 那个鞠 他也不吃 他选择呀 吃马 这条鞠走呢 王天一就认输了 因为 你要是打把吧 他鞠搞起来 顺势吃上去了 人家鞠能逃 你的鞠不能逃 你要是吃掉这个鞠 那红旗呢 只有一个 弃鞠 再次弃鞠 你进老将 握逃绝杀 你老将上来 那红旗再一平兵 马炮兵 绝杀无解 怎么样 朋友们 这棋下的精彩不精彩 绝妙不绝妙 那王天一 作为一个 等级分第一大高手 他为什么这盘棋 显得如此不堪一击呢 有一次直播的时候 王天一他说出了答案 他说这个南北对抗赛呀 不属于正式大赛 本来他以为呀 双方就是走个过场 默契的背隔和气骨就完了 他没有当真 没有在意 没想到啊 这个许云川 精心跟他准备了一把废刀 这把棋啊 死得这个凄惨啊 不过这盘棋 大家认为绝妙不绝妙 精彩不精彩 觉得精彩的 大家扣一把 溜着溜 如果我来死了 去试住 那 barrel 快点 快点 感谢观看